大家好 我是重庆妹子于晓安 如果你住在一个24层楼都没有电梯的房间 你还愿意回家吗 在重庆就有这样一个小区 1到24层楼都没有电梯 也就是意味着这里生活的居民 每天要爬24层楼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一个小区 就是重庆的百项居小区 我们一会儿就带着大家进去看看 现在我在这一个小区的外面 这边有非常多的亲民朋友在这里打牌 非常热闹 这边都有很多人 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好 出了太阳 就在重庆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重庆的大多数天气都是灰雲云的 这个小区的外面有一个大象 白色的大象 排象区这个小区是皱落在百象街上 还之所以得名于白象街也是有一个传说 传说在白象街有一个白象池 白象池里面有一尊白色的大象 恰好和南岸玄台庙的亲师相对 所以民间也一直流传着亲师白象所搭江 现在这里呢就是到了白象池小区 我们在外面看出来是就是一楼 但实际上你走进去会发现 其实一楼并不是真正的一楼 一楼的下面还有很多楼 这也是重庆的建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 现在这里有楼梯 我们肩可以上去看一看 这边往下看可以看到 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层楼 这里的一楼其实不是一楼 是15楼 现在走进去看一看 这一条空中囊道设计师设计的时候 将它设计成了一条社区街道 和居民朋友可以在这边娱乐休闲 我们也看到了门口那里有一家餐馆 白象池小区呢 差不多接近有30年的历史 设计于1983年到1987年 建成于1992年 这附近呢居住着300多户的居民 这里有个平台 这个平台看下去就知道了重庆建筑的一个特质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是15层 15楼 但现在我们往下看 下面也是一楼对不对 地上它的一楼不是一楼 不是真正的一楼 汽车亭的这个地方是10楼的出口 它有一个出口直接通向外面的 刀廊不是有一首歌吗 停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你到了重庆你就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在重庆这种具有特色的楼房很多哈 你永远不知道你在第几楼 这里也是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 火锅英雄里面的打斗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 那边可以看到长江 这一个是东水门大桥 这上面是长江首道 等会儿可以看到首道 那边这一栋高楼是莱普市 现在可以看到长江首道了 长江首道被誉为山城的空中公共汽车 目前已经运行30多年了 是重庆第二条跨江首道 做长江首道的话从长江这边到对岸 只需要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 来感受一下这个小区的八滴魔幻之处 最下面也是路 刚刚我们入口的时候那里也是路 那里是在15层 下面这里是一层的路 还修了一条小路 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下面到上面的话 直接走这条小路是最近的 是重庆的一大特色 重庆有特别多的这种上坡路 我现在是在这个白象街的14楼 14楼 我们下去这边看一下 后面是整个小七 那边还有几栋楼 它的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方形的模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14楼所看到的风景 但是我们往下一看呢 你会发现 就在下面的这几楼出去就是一楼了 但是这个一楼下面还有好多楼 这上面还停着一些汽车 停汽车的地方其实是屋顶 很难想象屋顶原来也可以停汽车 这个小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楼梯 它的楼梯呢是这种交错型的剪刀梯的设计 它两边呢都有楼梯这样交错下去 我现在准备下楼了 我自己在里面都已经转崩圈了 好多楼层了 现在我们要出去了 不得不说重庆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城市 现在我们要出去到下面去 我们现在到了十层 十层这里有一个出口 我们就从这里出来 就到了一楼哈 这实际上是这一栋楼的十层 这下面还有九层呢 对面还挂着腊肠 我们这边就是一到过年都要做腊肉和腊肠 象征着过年了 十层的一个出口就直接通向了这一条马路 十层出来就是马路的概念哈 这里有居民朋友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 我们从下往上看 上面这个连呢就是火锅英雄拍摄的地方 刚刚我们也去过哈 它连接着三栋和四栋 重庆的建筑非常神奇哈 你们在其他地方也见过像重庆这样的建筑和小区吗 不超充满了